成福 不在乎你学的东西多少 与这个不相关 那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的生平 释迦牟尼佛 49年讲的那么多经 他跟谁学的 那些经典不是佛陀是决定说不出来 佛陀就是证悟达到究竟约满 完全是自信里面 本有的智慧德相 是从这里说出来的 所以他不是从外面学来 这一点我们要知道 那么佛说出这些经典 就是真实 自信的真实智慧 真实的德相 我们迷了 我们读这些经典 读让我们觉悟到 这些智慧德相 我们自己原来本有 现在如何这样帮他们来恢复 那这叫修行 要真干 修行从哪里修起呢 没有别的 断烦恼而已 烦恼无量无边 佛把它封为 三大类 无名烦恼 沉沙烦恼 见识烦恼 这三大类 这三大类烦恼 统统断经 你就成佛了 所以他与 这个学不学经教 认不认识字 没关系 与断烦恼 有关系 那么我们知道佛 他所说的一切经 不是什么人叫他的 自信流出来 那么在中国唐朝 1400年前 出了一个 慧能法司 禅宗第六代祖司 他不认识字 没念过书 成为佛门的高僧大德 他一不禁都没学过 虽然在黄美 吴祖的道场 在那边参学八个月 跟吴祖只见过三四面 道场里面有讲堂 他一天没学过 有禅堂 他一次也没学过 他修行在哪里呢 吴祖分配他在对方 他是个侨夫砍柴的 所以让他在对方 每天充迷破柴 那就是他的修行 他把他的这个修行功夫 统统落实在充迷破柴上 搞了八个月 吴祖传法的时候 把一波传给他 为什么他开悟 充迷破柴能开悟吗 能 只要你放下烦恼 放下 见思烦恼 放下沉沙烦恼 放下无名烦恼 我们再把这个话说得简别一点 见思烦恼是执着 沉沙烦恼是分辟 无名烦恼是起心动念 他每一天聪明 每一天破柴 在生活当中 就是学放下 放下其心动念 放下分别执着 他成功了 不访真是小龙 我可以放下来 也有关 我会放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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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放下来 感谢观看